东岸商场争议持续延烧 针对林又昌部长指出 东岸商场的营运资产移转 是发生在营运届满后 对于这个观点 市政府发言于志明特别回应说明 东岸商场促餐案早在第一次五年合约期满 也就是109年底 产权就应该移转给市府 首先东岸商场的产权是属于基隆市政府所有 并非是NAS所主张是他的 此点毋庸置疑 再者林又昌部长根本是在混淆市厅 因为促餐案件就算是优先订约 也是重新订约的概念 而不是续约 所以早在第一次五年合约期满的时候 也就是109年底 产权就应该要移转给基隆市政府 林又昌就是应该要完成登记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